伍姊姊 伍姊姊 你说陛下 她能去哪儿呢 我 我怎么能知道呢 再说了 在这深宫里面 无缘见到陛下的女子 比比皆是 个个不都活得好好的 你一定要放宽心 婉颜 你别太难过了 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事情是会有转机的 吴姐姐说的是 是 婉颜终于明白了 你能想通了就最好了 只要你能够放宽心 我也就放心了 你能够放宽心 姐姐 你从那武才人口中 探出什么可疑了吗 我果然还是太傻了 竟然真的相信 在这后庭还会有好人 我要见得飞娘娘 是 婉颜 求娘娘相助 这孩子怎么了 快起来 快快请起 婉颜 来 坐 娘娘 今日来 陛下一直为宣我侍寝 万言求见娘娘 是想让娘娘指点我 该如何对付那些 与我争宠 在背后腥风作浪的小人 你所说的小人是指 五如意 就是她在夜里 与陛下一番长谈之后 第二天 陛下便不再宣我入甘露殿 你想让我如何助你 我想让她死 不行 在这后宫之中 与你争宠的女人突然死了 你的嫌疑最大 我不敢保证此事的后果 况且目前 一切都是你的猜测而已 若非她作贼心虚 她为什么要在我面前撒谎 这个女人不出 万言 在宫中的地位就岌岌可危 所以万言 想求娘娘成全 如果我在后宫有一番作为 我一定不会忘了在陛下面前 多多美言 好让齐王 能够早一点回到长安 回到娘娘身边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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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此事我该如何帮你 且容我想象 你退下吧 那婉言谢过娘娘 娘娘娘 您真的打算住 郑劫愚 来对付武儒义吗 把我的鸳鸯镇湖给他送去 告诉他用法 武才人 闻你啊 你来了 正极于吩咐奴婢 给您送些点心来 婉颜真是有心了 好好帮我谢谢他 嗯 正极于还说 想请武才人 于明日须时到他房间来 由钥匙向上 此湖为鸳鸯镇湖 湖口分为鸳鸯两道 平素里酒从渊道流出 和其他的酒壶无异 可是当你倒酒的时候 轻轻地转动这颗明珠 酒就会从秧道流出 秧道内藏有毒丸 这时你倒出的酒 就是毒酒 此毒三日后才会发作 重者必死 看来娘娘 还是愿意让我一试 娘娘说了 她知道 如今结极在宫中的地位 已是如履薄冰 既然郑大人 把您托付给了娘娘 那娘娘和结余 就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娘娘定当全力相助 只是不知道 五如意那边 结余 打算如何安置 放心吧 我已经安排好了 她晚些时候 就会过来我房间 娘娘还说了 让你谨慎行事 此举为赌 赌赢了 是会有大好前程 可是赌输了 便是万劫不复 甚至会牵扯到 郑英良家 请司要禀告娘娘 我郑婉言做的事 定会一力承担 绝对不会连累娘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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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五姐姐 你看 我把你的衣裙都给你带回来了 喂娘 出去吧 把门关上 是 这是有劳五姐姐了 快坐 你客气什么呀 反正我一去换衣局啊 他们就已经把衣服烫好了 我一看是你的 就顺道给你带回来了 奴婢告退 五姐姐 谢谢你 先喝点酒 说来也奇怪 反正啊 在这宫里 就是跟你还有徐姐姐 那么一见如故 五姐姐请 来 婉颜 你约我过来 想必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商量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是听说 五姐姐颇善五计 如果有机会 也想请姐姐教教我 兰陵王入阵渠 好不好 当然好啊 可是 说到这个五啊 却也是我的伤心事呢 姐姐也会有伤心事 第一次见到陛下 当时跳的就是这支五 还差点为了这支五 被砍了头呢 你说能不伤心吗 那我倒要羡慕姐姐了 如果陛下杀了你 也就此记住你了 可是我现在 在他心里 早就是个死人了 婉颜 你别这么说这样太沮丧了 其实 我早就跟你说过 很多事情是有两面的 我也是这么一直劝我自己的 好 婉颜 你屋里 有这么多镜子 怎么全都给遮起来了 因为我讨厌照镜子 为什么 我从十岁开始 并受训模仿长孙皇后 从那个时候起 我每日都要对着镜子 请伺候过她的人来指点我 如何能显得更像她一些 可是到后来 只要我对着镜子的时候 我就再想 如果镜子里的是长孙皇后 那我到底是谁 婉颜 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 一直有人在训练你 本来我不应该说这些的 不过现在无所谓了 因为你不会告诉别人的 我当然不会告诉别人 可是 可是你心里藏了这么多秘密 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这宫里的人 嫉妒我 羡慕我 可是有谁知道 我从十二岁起就没了朋友 好不容易在宫中认识了你 却又不得不有负于你 负我 婉颜 你说什么呢 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啊 婉颜 婉颜 你的脸 婉颜 你流血了 婉颜 婉颜 你怎么了婉颜 婉颜 你怎么了婉颜 你怎么了婉颜 婉颜 怎么了 走开 婉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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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進來 婉颜 婉颜 你怎么了 婉颜 婉颜 来人哪 来人 婉颜 你怎么了 我被刷进了 我姐姐 我要亲眼 婉颜 对不起你 婉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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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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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那媚妃怎么还不 来了 姐姐来了 要不要再等等淑妃姐姐啊 淑妃的身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种场合不便通知她 娘娘 娘娘 娘娘请无靠近 此女是中毒而死 快遮住她的脸 快 快把它盖上 是 不是已经抓到遗凶了吗 究竟是何人 是五如意 五如意 是的 冤枉了 娘娘 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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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如意跟婉颜情同姐妹 怎么可能加害于她呢 冤枉了 冤枉了 如此国躁 成何体统 将她们都赶走 是 都下去吧 是 冤枉了 娘娘 冤枉了 各位才人们 请回吧 请回吧 娘娘冤枉 请回吧 才人们 回吧 请回吧 才人慢走 那个五如意 认罪了吗 此女奸称自己是冤枉的 现赞押于内侍监暗房 你下去候着吧 是 妹妹 杨妃既然病了 后庭的事 就该与你我两人协力 你 妹妹觉得 此事应当如何处置 这人都死了 找到凶手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这里就只有你我两个人 你这幅慈碑像是演给谁看呀 估计此刻心里早已乐开花了吧 是 正婉颜死 五如意已成为唯一的一兄 近日来 还有比这个更让人舒心的局面吗 姐姐 你此话从何说起呢 我是真心为婉颜这个孩子难过 陈公公 好 在 本宫觉得五如意嫌疑颇重 需得连夜降加审问 我希望明日一早 五如意如何行凶 为何下手 你都得给我一个交代 奴才定不辱命 妹妹 这里就交给陈公公了 她自是应付得来 天色已晚了 咱们就别惊动陛下了 你说呢 姐姐 我突然感觉胸口发闷 身体不适 妹妹得回陈希公看太医了 此事 任凭姐姐处置就好 妹妹先告退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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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胆数辈 刚才听娘娘描述 唯妃就是想赶在陛下没来之前 对五如意 施以言行逼供 想来个一石二鸟 斩尽杀绝 序劳奴无礼多嘴一句 正完颜是死于非命 眼看着大人的心血赴至东流 为非正坐收渔翁之力 娘娘 您还有心思在这里拜佛念经 您 张公公 您也算是殷家的老仆了 当年也是奉我哥哥之命 敬身入宫的 本宫想请教你 我哥哥 让我在宫里帮衬正才人 可如今人没了 我该如何帮衬一个死人 娘娘 您应该帮助大人 调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杀害正完颜的凶手 其实是冲着你们二位来的 不用查了 是本宫 娘娘 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 本宫说了 正完颜 是本宫除掉的 娘娘 您 您这是为何呀 张公公 烦请你回去告诉我哥哥 咱们亡国移民 能捡回这条命 已经是万幸了 又何必如此地折腾 我这么做 是为了我的哥哥 为了我的儿子 也是为了我们殷家 娘娘 您好糊涂 您您不要再说了 这宫里到处都是别人的眼线 最近你不要再来找我了 也不要来告诉我 您大人最近想要怎样 那 退下吧 不死 您说 是谁指使你杀了邓捷余的 是谁指使你杀了邓潔渔的 背后的人是谁 贵妃娘娘到 免礼 着了吗 贵娘娘 这贱婢嘴硬得很 一晚上昏过去两次 就是不着啊 吴如意 你为什么要害郑婉妍呢 你以为我都知道 杀郑婉妍的凶手 根本就不是我 本宫只知道 这熏暗现场 只有你一个人 你嫌疑最大 不过你放心 虽然这宫里 很多事情 都只分尊卑 不论对错 但是本宫 一定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胜利 是 那是 你 应该是 这 你 我 他悲中下了毒 好了 你就别撑了 免得多受罪 快点招罚 你胡说 我跟婉颜 我跟婉颜情同姐妹 我为什么要这样害她 你们有什么证据 大胆五如意 还敢呈口舌之礼 谁人不知你自入宫起 便屡生是非 只为争处于陛下 郑婕于天赋异禀 得蒙圣卷乃是早晚之事 但只嫉妒二字 就有了足够的动机 你连文德皇后都敢轻无 还有什么事 是你做不出来的吗 你有心结交郑婕于 想必是为了让她 对你疏于防备 利于下手 如此心机 更能说明你心肠歹毒 远胜常人 你们做一个分明 又一个想必 这么处心积虑的 想把这莫须有的罪名 安在我头上 你们是想早早结案 还是另有心思 我的父亲虽然早已先世 可是 他毕竟是大唐的功臣 是当今陛下清点的英国公 要是要就此定罪 草奸人命 就不怕陛下问起来 你们难以交代吗 大胆妄言 来人啊 把五如意的嘴给我堵上 是 好啊 你敢抬出身份来押我吗 陛下日理弯机 难道还会管你这小小 财人的死活不成 进了内庭 尚未册封的财人 和宫女同级 自然在我那时见监管范畴 咱家这次奉 为贵妃娘娘之命 专案专办 别说这五十约已逝 就是没死 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今天 就让你知道一下 这宫里的规矩 来啊 仗刑伺候 慢着 这个五如意 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 不可以留下任何的伤痕 老奴明白了 那就让他赌赌女泽好了 赶紧公公 敢问公公 是否淑妃娘娘愿意见我了 你已经跪了这许久了 娘娘要是想见你 早就召见你了 快走吧 人命关天 请公公代为禀告 让我跟淑妃娘娘见上一面 一面就好了 说了不见就是不见 也不瞧瞧自己什么身份 再在咸灵宫门口锅造 小心杂家让人将你乱棍打出去 快滚 把他拖走 是 公公 公公 且慢 娘娘要见你 跟我来吧 是 莫道杂家对你不够关照 这册书还记得吗 你身上 可是穿的整整二十四册编制的书啊 武才人要用心体悟 说不定 哪天还能用得上呢 是啊 哦 幽翔 这 你 恩 伍如意啊 你这女则何时看够了 想招了 告诉本宫便是 采人徐慧拜见淑妃娘娘 徐采人 你为何来求本宫相救 昨晚的事 明明就是为妃和德妃做主的 因为臣妾知道 现在唯有淑妃娘娘 救得了如意 臣妾虽然进宫不久 却也明白 自从文德皇后病天之后 这宫里大小的事情 一向由四位帝妃 共同协理 不仅如此 臣妾还知道 虽然唯贵妃看起来 表面风光 刘贤妃又曾经怀过龙寺 但是过去的一年里 陛下因为伤心文德皇后的事 在这四位帝妃的后宫里留宿 一共只有十一页 而其中 并有七页 是留宿在这贤陵宫 论贤德 论宠爱 娘娘您都是文德皇后 薰室之后的第一人 现在 唯有娘娘出手就如意 她方才有一线生机啊 求娘娘出手就如意吧 娘娘 魏贵妃正在那时间 酷刑拷打无辱矣 妄图将这罪名 推到娘娘头上 倘若我们再不出手 恐怕为事就晚了 徐才人免礼 既然如此 那本宫就禀报陛下 既然韦妃想查 那就让大理寺一起来查吧 多谢娘娘 陈公公 娘娘 陛下马上就要下朝了 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是 现在你和愿招啦 喝好个贱婢 给我夹 夹 娘娘 此女如此不识抬举 不如这边送她上路吧 你说 此女若死了 陛下会怎么样呢 娘娘 不过是个财人而已 又能引起多大的风浪 只要围是一门 依旧忠心于大唐 陛下又能说些什么呢 此话好像有些道理了 娘娘 娘娘不好了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慢慢给娘娘到来 到底什么事 启禀娘娘 陛下已经知道 郑洁瑜被害一事 现已正向殿内赶来 陛下驾到 怎么会如此之快 春莹 随我赢家 是 快把书给我接了 陈公公 你料理这里 是 快点 快点 快 弄干净了 快点 参见陛下 好 起来吧 谢陛下 听说你这儿 有个杀郑婉言的嫌犯 朕想见见 陛下消息真快 臣妾正在审问此人 陛下到那时见烧后 马上就有结果了 朕说了 朕要亲眼见见 陛下 陛下 请听臣妾解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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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妃一贯温厚咸了 不过一个才人 想必 不至于动刑吧 陛下说哪里的话呢 是这个丫头体弱 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她就突然间昏倒了 怎么可能用刑呢 陛下您若不信 可以着人查起体肤 看是否有伤痕 你这 你坚持 朕自然是信爱妃的 多谢陛下信任 此案 爱妃还要查多久才有结果 大 大概 大概还要一两个时辰吧 其实 其实臣妾心里 也没什么把握 朕相信爱妃的能力 只是 不想让你劳心 这样吧 让大理寺的戴卿彻查此案 为爱妃分忧 她 可能 她只是一样 她不就 你 娘娘 如此看来 陛下并不在乎 五如意的死活 不如 咱们这就送其上路吧 也好 少一个心头大患 愚蠢 你没听明白吗 刚才陛下画面上 句句照辅本宫 实则是以退为进 是要保全五如意 那娘娘的意思是 再审一会儿 就把五如意给放了 至于接下来 戴卿如何审查五如意 她的生与死 再也跟本宫没有关系了 是 启禀娘娘 淑妃娘娘来此求见 杨淑妃 娘娘 杨淑妃来干什么 她不是生病了吗 杨淑妃的手下杨长使 待人将郑婉妍的房间围住了 说是什么为了保护政务 原来陛下 是淑妃妹妹请来的 既然如此 本宫更应该见她一面 我倒想看看 素兰温婉的她 能玩出什么手段 妹妹 拜见姐姐 免礼了 谢谢姐姐 妹妹身体不好 甚少出宫 怎么有兴致 让到我这里来了呢 若非有急事 可是 妹妹也不会前来 打扰您的 那咱们就不要拐弯抹角 有话直说吧 那妹妹就直说了 妹妹听说 郑婉妍被毒杀一案 已经抓到夷兄五如意 现在正在内侍间 言行拷问呢 是吗 没错 五如意是我下令收审的 不过并没有严心拷打 怎么 我这么处置 妹妹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姐姐要审 当然没问题 郑婉妍是二品官的千金 当然不可以死得不明不白 可是五如意的父亲 是大唐功臣 陛下钦点的英国公 大家都是有身份之人 我觉得 不应该驱打成招啊 既然涉及到下毒谋害 理应交给大理寺审理 后庭私自处理 未免有些不妥吧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并没有严心拷打 如果妹妹不相信 可以去看五如意身上 有没有伤痕呢 英国公痴女 我倒是听说 她母亲也姓杨 妹妹这么赶着过来 替她说话 该不会沾着亲带着顾吧 姐姐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我和五如意非亲非故 你我同在宫中有十多载 以姐妹相成 谁亲谁远我还分不清吗 姐姐你仔细想想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跟你争过仇 不 你不想得宠 你身边的人未必不想得宠 你儿子李克也未必不想得宠 你又凭什么说 那五如意一定是无辜的呢 那姐姐你审了这么久 可有确实的证据 是 你果然是前朝公主啊 平日不说话 一开金口就字字朱击滴水不漏 是啊 我现在是没审出什么 不过再审一会儿 说不定就会审出口供来 既然姐姐一意孤行 那妹妹先告辞了 何必跟我这装腔做事呢 陛下是谁请来的 我不是不知道 人我是会放的 不过是看在陛下的份上 跟妹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呢 陈莹 娘娘 你有何吩咐 把五如意给放了吧 谢谢姐姐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啊 此次多亏了淑妃娘娘照顾 瞧瞧他们 把这伤成什么样子了 其他的人怎么害我都不在乎 可是我没有想到 陛下今 根本不顾我的死祸 或许 或许是陛下有不得已的苦衷吧 能有什么苦衷 只是不在乎而已 如意你要去哪儿啊 难不成你还要去承庆殿 今日就别去承庆殿抄什么经书了 快随我回才人宫休息吧 姐姐 我想一个人好好静一会儿 有很多东西 我要一个人好好想清楚 如意 你先回去吧 如意